中国 从几千年来 我们所讲究的就是一个茶文化 像非洲这里最具代表性的应该是摩洛哥 摩洛哥到现在还在喝利茶 而且它的利茶里面会加上什么 加上薄荷 会加上很甜的糖 让这个茶更好喝 然后接下来就是土耳其 土耳其也有他们自己的一种泡茶方式 可是土耳其的泡茶方式是耍杂技 也就是它把茶泡好了以后 放在一个盐盘里面 然后开始转 可是这个杯子不会掉下来 它用疑心力的概念去做它 在街头下面都可以看得到 在土耳其 那印度的泡茶方式呢 其实它是比较一种 没有太大的文化的一种泡茶方式 而是主要的是日常生活中的喝茶方式 所以他们为了省茶叶 买茶叶的钱 而加入了一些用煮的方式 然后再加入了一些什么 肉桂啦 生姜啦 糖啦 牛奶啦 来综合煮出来的茶 寒性 来综合掉 除了这些以外呢 就是欧洲方面 欧洲方面最早引路 查的应该是荷兰 大概在四百多年前 那之后荷兰它并没有把它发展出一套 比较严谨的特殊的茶文化 而是大概在三百多年前的 英国开始引进茶 从中国引进茶了以后 它在我们中国发现到 喝茶很轻松 是个包子 是一点点心 有事慢慢谈的 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所以你会发现到 英国红茶其实它是中国一般的 喝茶的一种演变 日本在一千三百年前 糖的时代 之后宋一代的时候 也大概在九百年前 开始引进这个茶文化过去 然后把中国的一些泡茶方法 带过去日本 以后他们开始注入日本的文化思想 日本的所有的茶道 都是在教室里面学的 而不是在生活里面学的 也就是说 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日本人 一年喝不到一碗的抹茶 可是呢 因为他们的推广很强 所以在很多人的心目中 以为日本人天天都在家里喝抹茶 这是一个错误的事情 像缅甸啊 像越南 都有他们自己的一些民族性的抛茶方式 那中国呢 是要到一九九五年以后 才开始有比较讲求的是抹茶方法 之前的还是在讲求的是茶文化 所以中国现在是已经演变成了另外一种的抹茶方式 也就是说一种的是日常生活方式 一种的是茶窗方式 还有另外一种的是表演方式 而现在最受争议的可能就是在表演方式 可是在我来讲 我并不觉得它有不对的地方 因为舞台上面表演就是要稍微夸张一点 而这个夸张只是在吸引人的眼睛 然后让人家觉得说它泡得很漂亮 很流畅 很优美 然后人才会进入这一个领域去学这个茶 但如果说是太过分的话 那就可能粉末导致 也就是说帮倒忙的 因为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到 有些在抹茶的时候 没有考虑到一些基本的中华文化 以现在目前亚洲来讲的话 我们还是以中华茶艺 日本茶道跟韩国的茶礼为主